五彩焰火劃破夜空 火樹銀花每不生收 巨大的焰火綻放 像是一朵朵大型花瓣 萬紫千鴻 大人小孩看得目不轉睛 2024年國慶焰火首度儀式雲林 預計在10月10號的晚間8點施放 當天的焰火長達41分鐘 縣府提前釋放全程3分鐘 總共1200多發 焰火 妳從哪裡來 走來 住附近 然後他第一次參與 所以就想說要讓他給一個回憶 有人看得很興奮 但也有人亦有未盡 看煙火就是要騎乘轉合 可是就是因為3分鐘太快了 就覺得還好 很失望 怎樣失望 等那麼久才3分鐘 絕對沒看過 國慶當天又想來看 但是湖尾高鐵特定區的周圍 會實施交通管制 若不想到主會場人幾人 也可以挑選新湖尾壘球場 從德國中 虎心北路的堤防等等 共11處的建議觀賞點 來欣賞璀璨燕火 若實在不想進市區 在地人也私下推薦 可以到谷坑的化身上 從高處來看煙火 也別有一番趣味 接著旁邊 盧俊仁 再請陳雲林採訪報導 我是戴麗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式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